据韩媒,柳军烈经纪公司发布公告,称将对恶意诽谤者采取法律措施。 经纪公司称,因为不承认恋情,昨天和今天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和猜测。 演员的人格受到严重侵犯,对演员的恶意诽谤,我们将采取法律手段,做出强有力回应。 据悉,韩素希、柳军烈被曝正在热恋中,两人一起在夏威夷旅行,公开约会。 对此,韩素希所属公司回应,和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去夏威夷度假是事实,但剩下的部分是演员的私生活,请大家谅解。 柳军烈的经纪公司回应,柳军烈却是因为个人旅行而停留在夏威夷,希望大家尊重。 今后本公司也不会一一回应演员私生活。 去年11月13日,柳军烈与爱情长跑7年的女友李慧莉官宣分手。 在两人官宣分手之前,李慧莉曾在一档综艺中提及,我有时候一天都不会有一条信息,疑似遭遇男友朗暴力。 韩素希、柳军烈被曝恋情后,引发了网友对李慧莉。